上海某老子后开了一家社区食堂 菜看着都很有食欲 三个菜价格合理吗 大家好,我是网球库 阿拉上海的老牌子光明 没想到也开了一家社区食堂了 看网上说里面的菜品不贵 而且味道也不错 环境也很优雅 那么我一定要来看看就要了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哎呦,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 这个环境还算可以 而且人气也蛮高的 那么像这个光明城市厨房 一日三餐都有 从六点半的早餐开始供应 到晚上的七点钟晚饭结束 然后这边是它的早餐区域 我们看一下品种非常多 早餐窗口在外面的 现在已经过了早餐时间了 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光明自己的产品 然后这边是自选菜区域 我们看到品种还是蛮多的 旁边就有一张菜单 哎呦,那么多 看到我头有点晕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搭配 还有铁板炒饭炒面等等 那么我选了三个菜 炸猪排,番茄牛肉和西兰花 一碗饭一共是42块钱 坐在窗边的位置 可以欣赏风景 这个炸猪排蛮不错的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外脆里嫩 这个番茄牛肉就一般般了 这个牛肉有点老 这个厨师火候可能没掌握好 那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顿饭42块钱价格如何 那么顺便也补一句 这边60岁以上的长者以及退伍军人 可以享受88折 那么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进行交流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打开这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